Lun Sang 廣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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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一開始叫黃嘉麗 最近改的名字叫廣夏家 開始創作二十多年前就開始 那時候是畫少年漫畫 第一本看到漫畫其實我不記得名字了 我是在書局的最下面一排看到 那時候還不知道那是人畫的 我以為機器印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後來是長大之後才有人告訴我那個叫漫畫 B.L.就是Boy's Love 裡面兩個主角都是男生 因為以往看到的少女漫畫都是女孩子跟男生 就是那個時候看到的女孩子設定都是呆呆的 然後男主角就會愛上她 自己沒有辦法把自己想像成那樣子 最喜歡的部分我覺得我在工作過程中我最喜歡畫分鏡 要畫分鏡的時候可以把那個人的情感 就是很深刻地帶出來 這一本的分鏡跟整個完成的構思 我大概花了大概一年多快兩年的時間 對於它的情感部分就是很努力地在做 我覺得第一個是時間不夠用 因為一直很想很多的故事想要創作 但是你的人力就只能做 目前只能做這件事 跟腦海裡面有滿滿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是要堅持這件事很辛苦 真的很有愛才有辦法 這個是正大臺審所的一個副教授方位寫的序 好唸一下喔 在戲為末梢流露出的是層層掩埋的愛 只是因為不明白在開始的那瞬間也是終結 那一年那個夏天那場錯過的愛 台灣必讀的BL 所以我覺得它有感覺到我想傳達的東西 其實漫畫是我的志向的第三個 我第一個是當情報員 第二個是戰地記者 漫畫是可以把第一個志向跟第二志向都完成的事情 對我覺得還滿開心畫漫畫的